好啊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園山花博這邊 剛過 今天呢 颱風前 所以呢 園山這個名字比較少 剛剛出門的時候 出門前 有突然間來個小鎮雨後 馬上就停了 還不錯 那麼我今天呢 這個 週間趟是 總趟是第一趟 第一標啦 60 我是拆成三天跑 一天跑20趟 所以今天第一標就是20趟 那今天的作戰紀錄也非常簡單 就是盡量跑短單 那種靜單短單的 把它節節盡快的把20趟 衝出來 因為這個 晚一點說不定雨就來了 因為颱風 下午已經發佈颱風警報 路上颱風警報 所以 我是有點擔心跑太晚 這個 會有點危險 其實也不知道啦 看看狀況再說 不過 跑短單是真的 就盡量衝短單 好啦 希望老地方慢慢前進 好 剛到明泉西路這邊 要等過紅綠燈 我的第一單 開市單就到了 就在旁邊 給力盒子 真的超短單 不太一公里 好啦 要去取餐 好的各位朋友 我剛剛呢 把手上的一單 把它送掉 目前手上是沒單 現在是5點22分 跑了三趟 那剛剛那一趟呢 是個小肥單 為什麼會這麼講 因為剛剛那單呢 距離很近 大概一公里多一點點 但是呢 金額77塊錢 那按照之前的這個 價格的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這單 就是 有點小肥這樣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單是被棄單的 呵呵 因為這單是家樂福的單 我看很多人 應該是看到家樂福 他就直接鋸掉 我是想說 反正那個距離很近 所以我就先接接看 那接的結果是 他的品項不多 就是全都是肉 然後才這個 11項而已 那很輕啊 沒什麼問題啊 那我就把它跑啦 這樣子 所以這一單我覺得OK啦 沒什麼問題 好啦 那我現在要慢慢往老地方前進 今天反正就是要慢慢的 把這個20趟 趟次數量把它拼拼出來 這樣子 好 希望能夠順利的拼到 好 各位朋友 目前人在大龍街上 那現在是7點56分 那我剛剛送完我手中 最後一單到旁邊 旁邊的巷子 那目前送了16趟 還差4趟 還差4趟 那 我決定 就是 往那個寧夏夜市的方向去 碰碰運氣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麼 哇 84秒 92秒 OK喔 我去寧夏夜市 要左轉 好 各位朋友現在在外山出口 我現在要去這個 好朋友那邊去領我的今天的最後一單 好朋友就是Subway 非常開心 能夠在這個 9點以前 領到最後一單 其實今天算五縫 今天真的算五縫 也 也 中間 其實也不是全部五縫 就一小段 只有等那麼一小段而已 這樣 好啦好啦 專心取餐 專心取餐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寧夏日旁邊 那其實我剛剛已經把手上的 那個最後一單 第20單送掉了 但是呢 我在這個 等客人的時候呢 這個系統又丟了這個 一單給我 十架掛包 我人呢 就在十架掛包附近 我想說 我人反正就在這附近 然後送也靜靜的 大概一公里多一點點 然後我就把它接起來囉 所以這是第21單 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長安西路的一個巷子裡面 那我把第21單送掉 第21單送掉 所以我今天就跑了21趟 好 那今天就順順的送 然後順順的就順順的送到21趟 還不錯 那今天呢 算是小無縫 所謂的小無縫 就是說 中間一小段 就是有點小段單 但是也沒有段很久 好像大概差不多 七八分鐘吧 我很快就接到單了 這樣子 還不錯 今天是這個 週間燙車的第一天 那能夠跑到21趟 我已經算滿意了 可以了 明天颱風 但是我希望呢 看狀況 看狀況 颱風還是不要出來跑 性命還是要照顧一下 好啦 那麼廢話不多說 明天看狀況 然後大概講一下 就是 昨天 應該講說上禮拜的這個 假日燙 我完全沒有跑 因為有事嘛 有事我就不跑囉 所以那麼就是 五六日一 我完全沒有跑 其實也是因為 我看到我的假日燙 80趟 哇賽 真的是看了我頭昏眼花 那我想說 反正有事嘛 那本來是打算要跑禮拜一啦 那乾脆就不跑了 想給他拼拼看 拼什麼東西呢 拼拼看能不能降標 這樣子 那試試看啦 當然是希望下禮拜 應該講說這個禮拜的五六日 能夠看到它就是 降標 沒有降75趟吧 我記得之前是75趟 降到75趟 我會覺得說 應該還可以承受 當然是希望它再往下降 多一點 好啦 廢話不多說啦 這個現在是9點 要去吃飯了 要去吃飯了 好餓 好餓 差不多 感谢观看